各位观众 掌声欢迎 龙文明 龙重登场 华财解读历史的能力 只是差沙鲁西纳一点点而已 还是行动党的邓章青 好心的指点他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都是投江吧 马来西亚端午节 大家可以把葛珠巴丢进河里面喂鱼 我觉得可以更道地一点的 可以把它讲成是喂饿鱼 去年最大的贡献 就是千百年来 把他的自寻短见变成公共假期 在中国啦 如果哪位国内政治人物 愿意自我 然后全国又会放特价的话呢 相信他会很受很喜欢放假的大马人的欢迎的 我们是民主国家了 不需要投江了 我们投票就可以了 不过呢 投江和投票的那个操作是很不一样的 OK 投江一条马绳加一块大石头 搞定 投票 要花很多钱的 所以刘花财才会在民政党的击打州代表大会上说 接下来的州选呢 民政党的候选人他们的财务状况 会是首要条件之一 因为呢 国盟土团党他们的户口已经被斗结了 可政党的户口呢 也被看守着 所以要打选赞就要自掏腰包自费参加 目前呢 联花财说已经有50个人在他的名单当中了 但是这份究竟是候选人名单 还是看菜头名单 最见人见智了 可是要提醒联花财呀 民政党籍打候选人 最好最好就不要去到那个什么安摩院和去谈州选的事情 因为呢 大臣沙鲁西说 如果发现州内任何按摩院或者是保健场所 进行不道德活动的话呢 州政府就不会更新州内所有按摩院还有这些保健场所的营业执照啊 其实呢 最不道德的活动最长也最大规模发生的那个地点在哪里 其实呢 最不道德的活动最长也最大规模的发生地点 就是在议会厅里呀 大规模的那些议员攀边跳槽 要不然当初击打的也不会变天 然后州政权呢 就落在了国盟的手里 那是不是也要把击打州议会还有我们的国会都禁掉了 抢先一步 国盟主席慕尤丁就宣布接下来六场州选 国盟会上阵所有议席 245个州议席当中 土团党占83个议席 一党就成为最大党占了126席 民政党也被分到36个议席 那一党也会在登加楼和吉兰丹使用月亮标志上阵 反观希盟呢 议席迟迟还没分配好 国阵主席阿莫扎西却突然飞到国外放假去了 还打脸首相安华否认他出国的事 最后还得靠内政部长赛夫丁出面援朝 表示扎西放假回来后 就会和首相见面商讨周选最后几个议席如何分配 国阵加西盟的成员党已经超过六个了 国盟只有两个班罢了吗 不是吗 成员党多 当然谈谈议席上就更难咯 其实算起来还是刘华才比较聪明 他已经被分配到36个议席咯 是不是当抛回就领当别论啦 因为马华可能连当抛回的机会都没有啊 可是不管是马华还是明镇呢 都已经不在各自阵营当中的西位了 而国盟还有西盟呢 也有传出各自的老大闹不合的消息啊 至于说呢 扎西就是因为议席分配还有四方那级的议题 一直都没有办法跟阿华达成共识 一气之下呢才飞出国外区三星的 顺便也施压安华说 老子不干了 而国盟那里呢 就传出阿兹米又再次发挥了朝黑体制 引起了慕尤丁还有寒沙之间的不合 其实慕尤丁还有寒沙闹不合从他们做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受传的了 主要呢就是寒沙不满慕尤丁专宠阿兹米这位天兵 再加上呢 一党接着立朝锋芒毕露啊 不要说是西盟或者是国阵啦 就连土团党自己人看了也很不安 据说呢因为一党日渐强大 也同样的看到了土团党安然失色 所以土团党部分人物也很不满这一点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除了慕尤丁和他的人之外呢 一党和土团党反而是立场一致的 就是反对阿兹米当雪州的poster boy 如果国盟赢了雪州的话呢 他们认为也不应该让阿兹米回国当这个雪州大臣的 一党更是直接表明说 其实有比阿兹米更好的人选吗 人 谁我 哦 不懂啦 总之不是阿兹米就对咯 雪州一党甚至说 阿兹米还有那个什么 喜来灯众变的杀伤力很大啊 他们就不想呢 阿兹米还有喜来灯众变呢 变成对手利用来攻击国盟的一个最厉害的武器 哎 一党主席不是以喜来灯众变为傲了吗 而且一党能够入主不成红 还要多多感谢阿兹米还有这个什么喜来灯众变的 怎么了 上街大雪输了就发脸不认人了啊 哼 一党这种白眼狼 难怪土团党要防哦 针对放箭传闻和韩沙闹不合还打算撤下韩沙国贵反对党领袖职 卫以示慕尤丁出面全盘否认 他说国盟是最和谐的 土团党一党和民政党之间都没有纷争 他认为这是政党利用网络开展的心理战 转移自己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慕尤丁承认很多人是还没准备好再周选投票 但他相信在部分地区 人民会以选票对团党政府进行公投 团阶政府没有兑现承诺 很多人民面对的生活成本高涨和生计的课题都没有解决 慕尤丁也信心满满称 国盟有80%的无益选票支持 要拿下西盟的槟城雪中很尊重 不是不可能的事 阿华之前不是拍胸口保证说 调整电费津贴只会影响到T20还有用电量大的家庭 不会影响到普罗大众的 一个月不到而已 已经有不同种族背景的用户在网上投诉 上个月电费单 那个用电量明明跟之前没有差很远 但是那个电费却比平时高很多倍 有网友就尝试去解释 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天气很热 然后呢就尺到这个电气压缩机 因为那个环境的温度上升 令到它的工作量增加了 然后再影响到你的用电量也增加了 那也有网民就反驳 几个月前都已经天气阔热了了 为什么偏偏在上个月电费摊财会突然起价呢 阿讲是不是消除了什么电费补贴 还有网友出示证据啊 4月电费单338 5月去到480 哇看到480了之后 他就停止使用了一台冰箱哦 然后每天晚上10点准时就关掉 它的饮水机哦 一间房间的那个冷气坏掉了 他也不要去修理它 他以为说这样子做 下个月电费应该就会减低了吧 谁知道6月的电费是多少 613 更贵呀 网友其实有去留言的 他就要求这个用户提供完整的账单 让他们去检查 但是除了这个用户之外 也有千千万万个用户都在投诉电费 无端端涨价的 不要以为只有马来人在投诉哦 也有来自雪州的一个黄女士呢 投诉说他们加冷气用的很少哦 然后冲凉了也特地只是冲冷水呀 也不煮饭养鱼 不吹头发 想尽办法要去节省电费 结果一家五口 住单层排污罢了 那个电费多少钱呢 827块啊 房理士说呢 换电表之前 他们家每个月的电费 也不过是200左右啦 那去年尾的时候呢 就换了智能电表嘛 起到去600多 最近突破一个新高点 800多块 他讲啊哟 还电费都还到手软呢 不要小看这些抱怨哦 很容易被挑起情绪 然后就用选票来发泄不满 还有一个课题呢 华盛可能不太关注 但肯定也会影响到 团结政府支持的一个课题 为什么B40和M40群体要缴付全额的朝圣费用呢 那其实整件事情呢 安华在三月份的时候有宣布说他不会调高那个B40的朝圣团费的 而且呢 国盟执政期间哦 附加的那个1000令吉的额外费用也会由财政部一概去承担 T20群体呢 他们不会再获得朝圣的补贴 他们要自行承担全额大概是三万多的费用 那至于B40和M40呢 就会降价了 降去12000还有16000左右啦 但是现在有人投诉哦 你看 你讲要降低 但是B40还有M40的那个朝圣费用 不止没有降低 还要跟踢臀踢一样要全额付三万多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宗教事务部长的解释就是因为这些人呢 不在今年的那个朝圣名单里面的啊 他们是因为疫情被推迟的那些人选 因为本来在名单里面的人呢 他们就没有要去 他们的名字才被填上去 才有机会参加这个朝圣的 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今年被选中的人嘛 所以他们就要支付全额三万多的这个朝圣费用咯 呃 那个道理听起来好像说得过去啦 但是人最犯记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没有给人尝过甜头哦 人家是不会抱怨的 但是你自然给了这个甜头 却不让它去尝的话 这就是你忽悠别人了咯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不累积名愿吗 还有哦 零售业巨头Mai Lin的老板 阿美尔阿利呢 他也预告下个月开始呢 十公斤装的百米零售价也会起至少一令吉 其实上个月呢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部分的百米都已经涨价一到两个令吉了 也就是说 下个月还会继续涨价的节奏咯 你还吃得笑吗 那那那 千万别小看这些生活上的琐事 不少评论都认为 民间的不满随时引发政治浪潮 最近盛传将为国盟竞选站台的凯利表示 与其说国盟挑起的三阿 种族宗教和往事课题 引发巫异对政府不满 不如看清楚真相 马来选民是不满 政府缺乏经济方向 抱怨生活没有获得改善 民众才是民众关心的课题 因此要如何安抚马来选民的不满情绪 避免形成海啸 才是安华团结政府最严峻的考验 鬼不懂搞好经济 还有名声课题就能获得民心咩 怎么样搞才是终点咩 人民最喜欢的是什么 补贴咯 但是政府越补就越贴 如果贴的是国家赚来的钱就还好啦 最怕的是贴博库的老本呢 别的不说 就单单说该攘了那个电费涨价的课题吧 每个人都在骂呢我也会骂 那如果你大条道理去解释说 你看啊 这其实是全球燃料都在上涨哦 那个全球的能源行业呢 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啊 导致现在每一个地方 发电量成本都大飙收 世界各国政府其实都提高了他们的电费的 像欧洲爱沙尼亚涨了50% 瑞典49% 英国更顶54% 就连我们隔壁新加坡都调涨了 差不多要10%了啦 不提这个还好哦 一提这个就更容易让人家回怼啊 喂人家的钱好用点嘛 马币对新币和最新低到 低到多少了啊 3.46破很久了咯 都还不知道是不是最低点的嘛 所以说呢 但反对党还是有很多好处的 只要你不断调起这些议题和情绪的话 政府就会被你试压到咯 也不需要去煽动什么种族宗教情绪的嘛 就能够收割很多很多的选票 而且是不分种族宗教背景的选票哦 不过走多元路线也真的是太危险了啦 你看一党 绿潮玩弄种族宗教多么简单粗暴又有效 虽然很不想这样的事情发生啦 但是就像不少评论人说的那样 周选还是 马来政党再比谁更能获得 马来选民支持和代表咯 而且这样的调调呢 会一直延续到第16届大选之后的 这也就是说 种族宗教议题会继续在政治权内 茁壮成长了 就好像80年代的时候 武统和伊党他们之间的交战在比 谁更像马来人 谁更像穆斯林 加粉穆斯林呢 在这里吹水咯 还有啊 下面留言妈妈几句这样咯 好吧 这一期节目到此为止咯 我们下期再见